总理李显龙表示来届大选 他相信每个选区都将出现竞选对手 他也将在下届大选中引进更多的新人 包括部长级的人选 新的领导班子有一半已经形成 另外总理也对人民 尤其是年轻国人 在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国葬期间 所投入的情绪感到惊讶和感动 来看记者薛书惠的报道 李显龙总理参与958空中访民情节目时表示 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逝世后 国人投入情感的程度和规模 是他完全没预料到的 即使在其他国家也很少见 但国人能够做到这点 显示他们对国家感到自豪 也让我国社会凝聚起来 所以看到很多年轻的朋友 他们是自发去排队 甚至他们自发的去派食水 捡垃圾维持秩序 当时你惊讶吗 年轻的我们比较惊讶 因为年纪大的 他们已经跟李先生走了一生了 所以我们知道这感情是很深的 可是年轻人跟李先生的来往交流 没那么深 他们的印象中只是一个和蔼的老人家 所以他们在这一个星期之内 也可能因为全国的气氛影响他们 可能因为他们看了电台和电视台上的节目 了解李先生当时也曾经是一位年轻人 所以他们也完全投入这个气氛 进入后李光耀时代 总理表示 我国必须走出自己的路 基本原则和理念必须维持 但政策必须与时并进 再谈到来接大选 总理相信每个选区都可能出现选战 因此每一张选票都是重要的 而未来的领导班子也逐渐成型 已经有一半出现了 就是上一次的大选 我们引进了不少个新的人选 包括好几位部长 那下一次大选 当然我们还希望引进更再一批新人 包括新的部长级的人选 那大家我相信正在拭目以待吧 总理表示 经历丧腹和患病的那段期间 尽管压力较大 但它已调适过来 并通过快步走和学习皮拉提来减压 新传媒新闻记者 薛书惠报道